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于田 歡迎收看 CityNews 生活氣上 這幾天天氣是相當不錯 感覺上就像是來到了夏天一樣 每天都有陽光露臉 而這樣的好天氣 還會一度持續到 4 月 5 號清明節 主要就是因為受到高氣壓的影響 所以雲浪也會比較少 加上吹的是偏南風 所以只有東方部地區 偶爾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而山區的部分也因為有熱隊友的關係 所以會下一點零星的小雨 但整體來說 雨勢都不大 所以全台都是多雲到寢的好天氣 而在溫度方面 北部的高溫 甚至會上看 31 度左右 真的是滿熱的 而在東方部地區 雲量是稍微多了一點點 但還是可以看得到陽光 晚上讓你關心我們明天各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 台北 新北跟桃園 都是寢時多雲 溫度是 23 到 33 度 來關西中部地區 台中也是一樣 溫度是 23 到 31 度 往南部地區走 台南高雄跟屏東也都是好天氣 溫度是 23 到 31 度 秋冬漫步地區 偶爾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不過雨勢都不太大 溫度是 22 到 29 度 這個禮拜天氣相對是比較穩定 也要提醒觀眾朋友們 要注意好防曬囉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氣象單元 我是余天 馬上把時間跟鏡頭都還給棚內主播 好 好